槟城一所公寓的两个单位业主 五年内拖欠了大约一万令吉的管理费 即使接获了查封令 也还是没有理会 迫使冰岛市政厅建筑专员会 今天拉队上门查封 这也是有关建筑专员会 第一个批准执行的 查封流动财产令行动 这个查封令是授权 让这个管理层 可以查封他们这个 拖欠管理费他们 单位里面的这个流动物产 所以呢 这个查封令呢 在进行这个查封令之后 14天内 如果这个拖欠管理费的人 没有缴付他们的管理费 那管理层可以在14天后 14天后 这个拍卖 他们的这些流动物产 因为这就是一件事 yang tidak 避免 但必须地行动 因为这就是一件事 最重要的事 被很多 有很多 公园区域 87仙 面对当局严厉的执法 其中一个单位的业主 答应会在今天下午5点之前 还清欠款 至于另一个单位 由于里头空无一人 官员找来了所将开锁闯入 点算家具之后直接搬走 伊甸园产业经理欢卫仪指出 当局曾经在2018年 向法庭申请停令 冻结有关业主的银行户头 但是银行却告知 他们的户头并没有足够的现金 可以偿还欠款 感谢观看